有限责任金门县机关学校联合员工消费合作社 因为土地还有劳资双方问题 引来外界批评的声浪 为了阻止这些只需乌有的指控 县年社理监事干部 目前特别出面说明澄清 并将诉诸法院 欢迎县年社清白 84府人字第0657号的函里面 很清楚的就写了这块土地的话 是当时陈水在县长移拨给县年社使用 那为什么会移拨 是在82年的时候 82年的时候有行政院的一些 那个人事的一些资料 那人事资料他新闻给我们金门县政府 然后请他们来辅导成立的 所以当时陈水在县长 他就是帮忙了就是移拨这块土地 那等一下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个我们的那个地上的产权的问题 在自84社福治地015号行里面 我们的行里面也是很清楚的 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地 议员他们一直说 为什么是县年社的土地会变成 县政府的土地变成县年社的资产 县年社的那个 这么讲这个房子从头到尾就是县年社的资产 是由县年社4000多个社员他们集资的 为什么会当时会由县政府来起照 是因为金门 金门妈祖建筑的试用条例的办法规定 要请县政府他们来做起照 所以当时我们才会因为这个办法 所以才会麻烦县政府帮我们做起照 那当时的起照人就是陈水在陈县长 那上面的公文也是很清楚的 公文里面当时我们的主席是杨成果杨主席 公文上面写的也很清楚 经费由本社负责 经费是本社负责的 所以整个这个资产是没有疑虑的 面对外界的不实指控 县年社是愤愤不平 大动作的召开 媒体记者会在李坚士的陪同下 县年社经理拿出成年资料 扮驳议员和民众所疑虑的土地 跟劳资问题一次解释清楚 在我们的会议资料第九页里面 当时在议会 议会这个甄讯的时候 那个人事处的处长 亲自上去打也讲得很清楚 建都在县五年 完全查不出县府有任何出资 新建的资料 人事处也从没有编列过 任何议算去盖县年社的地上路 所以这个再加上刚刚的资料 我个人是认为 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在疫症纪录 不知道几期 就最近的一个临时会的纪录里面 还写说 还写说有议员 有议员这样说 他说是八十四年之后 为什么本来属于金门县政府的财产 就无缘无故移到了 变成金门县年社这个单位 所以他请求要拿回去 这个是毫无依据的 这个是看了这些东西 大家都非常一目了然 所以也是记忆有这么多的余力 我们才需要说 不得不出来做一个澄清 第二点 劳资方的问题 我在这边上任一年多 还不到两年 我一直对员工 可以在那边问得很清楚 我一直想跟他们说 我们都觉得员工是最大的资产 这么十几年的员工 你怎么会不保护不爱护 怎么会有像一言讲的什么 穷追猛打追杀 什么虐待他们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上面所写的 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些遗憾 其实这边所写的指控 完全决定不是事实 因为那边所看到的 而且那天在社会处 已经经过一次调解会 那个蔡主席 有一个蔡主席 消防局的也经过调解会 很清楚的说不是他们讲的这样子 那是明明有解的这样非常清楚 因为那些东西看起来就不对嘛 而且其中六个 有一个是计时能言 一位蓝性能力能言 现在后天他会来 我有约他 我们还包了一个一万二的红包要给他 这个为什么 因为觉得说他毕竟在这边的奉献 那么要离开了 而且他是找到更好的工作 他那边一个薪水四万四万多块钱 就在民族路那边 这个都事实大家可以去看 在金门这么地方小 能够胡言乱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议会如果说这样子 等于他的误解什么 我也希望因为这样 我们很澄清的出来澄清 所以资方真的不是这样 其实早在民国82年 金门县政府就移拨这块土地 给现年社使用 房屋也是四千多位社员 集资建造又评有据 而劳资问题也是依照 现年社组织的章程在走 目前已经送司法单位处理 原本好好的十几年的员工 也撕破脸 如今反目成仇 对不公堂 我们玩一个验子 得比较多长 我们看着 我们看着